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台湾美食展 在台北世贸一馆正式登场 包括副总统吴敦毅 行政院长毛志国特别出席开幕典礼 今年的台湾美食展以美好时代为主题 要让参观的民众享受丰盛的美食饗宴 今年把它扩充到食材 食器 器皿 还有这个吃的美食的旅行 还有美食旅游的伴手礼 所以总共有五大展区 今年最悉情的就是我们用花莲的墨浴 来做了一个玉食台湾 每一天有十个厨师来展示他的这个料理 然后我们有客委会 圆明会的这个美食 还有铁路局的铁道便当 这个经济部的这个幸福点心 这个还有台湾好滋味 那在食材的部分呢 这一次农委会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农业馆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怎么样认识安心的农产品 由于今年台湾美食展有200多个餐展单位 各大知名饭店餐饮业也都卯足全力推出许多优惠好康 而除了台湾美食之外 更邀请到大陆的贵州省和日本湘川县提供道地的特色美食免费品尝 我们今年特别有从贵州来的这个多彩贵州 那多彩贵州的这个食材也是一般台湾人比较现在流行的就是酸跟辣 那他们展示他们非常丰富的食材 每一天他们还介绍他们的这个前菜的文化 每一天都有这个上下午都有四种的这个小吃 道地的小吃 比方说丝娃娃 这个牛肉粉 还有肠旺面 这个非常道地的这个美食 2015台湾美食展从7月17号到20号连续四天 在台北市贸易馆展出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走一趟保证就能吃遍台湾最棒的美食 详细活动资讯请上台湾美食展网站查询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宽评120枚 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让您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再帮您免费建置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